哇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给酱大骨上一课 好冷啊 我的天哪 太热了 这边的自助餐其实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冲着酱大骨来的 然后你怎么猜猜我发现了什么 三种不一样的炒饭 就冲着这个必须给好评 好吃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人吃饭得用盆 干饭人有精神吃饭了都尽不去盆 干饭人胃口大一张大死吃天下 干饭人爱饭馈 一道饭点旧精神 要问干饭哪家常 太过瘾了这炒饭 老板看到我吃完这一大盘炒饭 露出了慈母般的微笑 不知道 不知道战斗才刚刚打脚 这个骨头是真的吃的让你真的有点平下来的感觉 真的太香了 酱香的 炖的很软 然后感觉有一股淡淡的韭香味 难得这样狼骨腌太过瘾了 吃完的骨头 他还有一个吸管 吸里面的骨髓 来一点黄瓜 骨子也特别好吃 太滑 哇你看这个 这边的加大骨是不限量的 比厦门那个要 要好一点 厦门那个当时叫他上两个两个上 好 啊 我去补了点货啊 你看 65一杯这样子吃 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我要拿点椒盐 椒盐都来了吗 没有啊 超好吃的死灯啊 这样的蜘蛛肠真的是超值超过瘾 说话哥我给你上菜 谢谢小蜘蛛 有去买过菜的朋友都知道骨头老贵了 这边骨头虽然不敢保证说是新鲜的 但是味道和口感真的没得说 味道味道好吃 再来一块好大的 大肥肉是蒜菜 嗯 嗯 大肥肉可以蒜菜啊 点腻啊 这样子 哇 酱辣骨吃的有点太多了 吃点酥的水果和酥菜 饭品也好多 酱辣骨不见一下 也有煎的有烧烤的 炒饭要那么多种 今天的酱辣骨真的吃美了 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酱骨头吗 今天视频到这里咯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大家